其实你在鳄鱼到三之前千万不能害怕 你必须把兵线给他送进去 去磨他的防御塔 你先回家 这是维鲁斯唯一战胜鳄鱼的方法 没错 刚刚我们看到了DYA选手 然后刚刚写了电竞活化石 也确实是老选手了 是吗 我没注意 电竞活化石 好 挺好的 然后打的是背影刺客 我对这名选手 对有耳闻 略有耳闻 主要他的名字比较的有杀伤力 确实 他也是单人录上面比较喜欢去带的那种选手 而且单代能力特别强 打一手剑机突出的就是全是细节 是吗 是的 今天还没有剑机的这个登场呢 没有 我其实挺想看的 剑机打鳄鱼 依在这个图 反正我觉得至少你先在盲选的情况下 出剑机确实风险有点大 大家都希望有那种 你要的全景 真太好看了 我都想拿手机拍一拍 这本来要素材吧 那也是 但是那个灯光我们其实从视频里来看的话 觉得没有那么亮 但其实在现场来看 那个灯可以打得特别远的地方 是的都已经把我们的眼睛给闪晕了 这是我们的眼光 很开心咱们的爱碑能够在这么一个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方举办 并且刚好这里又很热闹是吧 门口全都是商业街呀小吃 然后背后就是非常著名的童弯窑 蓝铁梦也在起到一个点题的这样的作用 是的 来吧 这两位选手登场完了之后 也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见到选手 最后的两位了 这是今天第一阶段的 第十一局比赛 这是第十一局啊 对 这是第十一局 OK 卡丽斯塔 卡丽斯塔和贾克斯 这是 凯斯莱是算是最近比较新出的英雄 比较新 我感觉他在手游里面应该操作很难 也还行 也还行吗 我觉得在手游里面会不会操作很难 因为我的 感觉很多的英雄其实在英雄联盟手游当中是做了相对简化的 比如说就是那种特别需要技巧的像芒僧 对吧 摸空气 对 直接摸过来了嘛 对 但是我觉得卡丽斯塔因为他是个要滑的英雄 所以可能我想象的就是在手游里 我可能 一根手指就可以滑了 我怕我抽不过来啊 虚弱 对虚弱 但这波身上的毛数量有点多 不过还好 差的血量不是特别多 好 穿到 这场的关键实际上就是贾克斯 在血量上渴的情况下 能不能用反击风暴晕住卡丽斯塔 能晕住就能击杀 晕不住 那在贾克斯 回一波也是鞋子常见摸出来 这样贾克斯的经济转化为装备转化的就比较少了 是吧 卡丽斯塔也比较稳健的直接布甲鞋 这样的话贾克斯跳脸他不会很疼 贾克斯跳脸反击风暈住也只能走 因为这个时候他并不足以击杀卡丽斯塔 而且反正被扎两下好像也挺痛的 对 这种硬耗对贾克斯是很不明智的 刚刚点燃也是直接交掉了 对 看你马上吃我的血 因为这种硬耗对贾克斯是不明智的 因为卡丽斯塔他就他有斩杀能力的 你把自己耗滴 哇 又被耗 走不了一点 刚才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贾克斯他实际上在重新上线之前 他是在线上吃了三波兵 那你等于说你在家里面 用经济转换为装备的数量是少得可怜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选择跟卡丽斯塔去兑换血量 实际上你换到的成本是成本很高 有点不明智 对 毁了些鬼结账有 嗯 三千块的三千块的经济 对 对领先了一千 但其实现在的战力方面就还跟刚才差不多 对 贾克斯反正到五级我比你多个大嘛 对吧 那这波兵线比较多 就不太敢上去打得很凶了 对 我怎么感觉卡丽斯塔越打越不好打 因为毕竟大招有差距 大招是有差距 但是我觉得 也没压制 对 但是他如果在后续像这种塔下 贾克斯缺乏反制空间的情况下 能够把贾克斯的血量压低 我觉得就可以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就是这场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压低贾克斯的血线 这样贾克斯跳脸的时候 他有机会反杀 你看就这里 这个 回想了一下 确实大招没开 对吧 就是很 之前 我想到了第二局 之前那一局 对吧 对 因为他这个大招开了之后 立刻进CD了 看了一下旁边 对 立刻进CD了 所以应该不是我们看的问题 是的 应该也不是OB显示的问题 就是确实是没开 对 正好也问一下十一老师 就是在手游里面 卡丽斯塔在单线的时候 大招是不是确实没有用 很显然 是吧 他感觉这个队的英雄 还有点开发空间 这里我觉得是卡丽斯塔机会 贾克斯是没有反击风暴的 但是你往哪滑呀 怎么还往前滑 有机会反杀 插慢了锚 拔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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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出来 上去引燃 最后一下套上虚弱 省了反杀 但是也被烫死了 一换一嘛 大炮车也贡献了一次辅功 像是一个极限的一换一 然后一换一换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很纯粹了 我觉得卡丽斯塔 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 他是那拨机会呢 就是贾克斯反击风暴没晕到他 但是他往前滑了一下 其实他可以更多的 去拉扯跟贾克斯的空间的 他能拉反了 对 神分破败 还有一个死刑宣告 可以走位 走了一下 有这个挑战 但这时候反击风暴 应该没好的 大招又开过了 好像又滑脸了一下 是 但贾克斯也把大招给开了 这时候卡丽斯塔 已经感受到自己的身板 有点脆弱了 稍微跟贾克斯去换一换血量 他发现 双方都掉30%血 好像似乎显得更脆 但是这波好像要打到底了 反击风暴开起来了之后 这波跳脸直接把自己给跳晕了 不过拉毛了之后 差一丝丝 自己要被小兵A了 穿 没穿到 有这么极限 看出来了 这卡丽斯塔不太熟练 但贾克斯 因为他两次跳脸 而且刚刚这一波 直接是跳到反击风暴被晕了 是的 送晕 送晕了 而且贾克斯回家吃了个小果子 自己血量反而有优势了 把卡丽斯塔给整回家了 要做正回猫刃 哦呀 这下吃好多钱 可以回去补调装备 对 贾克斯补稍微肉一点 就不用太追求输出 而且猜错了方向 没断到贾克斯呀 猜错了就已经 没有机会了 对 没有机会再断了 父亲背心有了 可以回一手 贾克斯这场比赛的胜率 已经慢慢要提高了 马上还有一分钟要搜圈 感觉两个人看起来 操作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一个晕不到 一个划脸容易划错 看一下卡丽莎位置 划粉 好 确认你回家 花了一个半个炮车的钱 是 应该有即将迎来最后一波火拼了 卡丽莎很想去压你的血线 Q也Q到了 贾克斯在等待时机 一阵敬 他想等卡丽莎场进草 因为卡丽莎毕竟看不到他 给一个空间 卡丽莎还在往后滑 不停跌锚 贾克斯反击捧胀暂时不开 第二时间还是得开出来 好了 又要回城了 这真的回了 真的回了 而且再不回八分钟了 对 要收圈了 我感觉这局的胜负还尤为可知 这实啊 而且这一波把兵线推进去了之后 这个2200悬的塔能不能扛得住 对啊 假设在紧赶慢赶 紧赶慢赶 但是防御塔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这一波抢线成关键了 抢线成关键了 532选 我的天 抢线抢线 两边都要抢线 贾格斯先跳脸 反击风暴其实可以开了 第一时间没开 那你这个时候 卡丽莎要跟你拉扯了呀 反而卡丽莎转 贾格斯刚才犹豫了 他第一时间跳过去 开反击风暴 你要把卡丽莎和小兵全部晕住 这样的话你可以帮助 帮助自己减免一些小兵伤害 贼贼 来了 但是你晕空 你晕不到啊 这时候 晕不到 已经晕了 没有等到9分钟的时间 DV也是拿下胜利 恭喜 恭喜恭喜 直摇头 你都直摇头 是的 神方实际上比拼的就是 一边你能不能压贾格斯血线 另外一边贾格斯 我能不能晕到你 就比拼这两个小细节 细节上 还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感觉卡丽莎 其实细节上失误也挺多的 有滑脸的情况下 对 有滑脸的情况 而且还不止一次 不过往好的方面去想 就是到后面机会抓的还是比较好吧 而且后面自己伤害高了 有破败情况下 扎格斯 只要我那波晕不到你 你那波反扎我毛 我真的扛不住 是啊 对吧 你就是反过来 跳我 扎我毛 我跳展在CD 反击风暴在CD 我没有任何反制手段了 没错 对 这就是问题 但怎么说呢 上一局至少我们看到卡丽莎 这个英雄 感觉在所有的地图当中 效果还是OK的 对吧 挺好的 挺好的 哈利特推兵线 推高往后滑 能进能退嘛 能进能退 尤其在面对一些 你没有再闪现的英雄的情况下 是吧 更好去操作了 对的 然后第一波也是差一点点